无动乾坤这部小说内的境界问题一直很乱 很多人对境界的划分并不是很了解 再加上动漫开播之后也是没有把境界说清楚 很多人对后续境界充满了好奇 今天小编为大家讲述一下无动乾坤的境界划分 首先脆体境就不必多说只是锻炼身体的境界 分为九重 之后的地缘境则是汇聚英煞之力 天缘境则是汇聚天地阳气 圆丹境则是分为小圆丹境界 其中灵动的爷爷虽然达到了圆丹境 可他的实力却是最下层的 而圆丹小圆满足以在炎城立足 圆丹大圆满境界足以问鼎炎城的高层 造化三境的基础关乎到涅寒境 造化三境分为三大境界 分为造形境 造气境 造化境 只要达到这三个境界 在大炎王朝中都不算落手 要知道当今大炎王朝内的超级家族主长 也不过只有涅寒境的实力罢了 涅寒境在整个天权大陆中都不算弱 乃是天权大陆的中间力量 同样泳落在涅寒境的高手众多 他们并非战死而是死在了涅寒结中 后面便是生玄境 死玄境 转为境 人魂境 祖境 虽然是玄幻小说 可这些修炼者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